本期宏观热点邀请到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唐湘龙表示2023年大陆对台政策将口头变软 拳头变硬 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洪 有外媒披露 在蔡英文宣布延长兵役之前 美军代表团曾低调访台 而在宣布延长兵役之后 美国随即宣布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 美台沟连日益变稳加厉将对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2023年的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下面我们来连线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听听她的解读 唐湘龙老师您好 刘洪好 近段时期 美国插手台湾地区事务的举动日益频繁 蔡英文当局也是极力配合 对此您怎么看呢 那么您认为 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将对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美国在介入台湾或者美国在掌控台湾这件事情上面 我想没有任何好怀疑的 那美国就是这样子做 那美国这个国家 它长时间是一个需要战争的国家 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是 如果没有战争 这个国家会出问题 这个国家会活不下去 所以我常常说 美国对战争的理解很简单 就是他需要战争 但是战争不能在自己家里 所以他会在世界各地去制造战争 制造冲突 制造地缘的冲突 那美国现在就是透过军售的方式 要把台湾打扮成一只孤单的刺猬 他也在告诉你 你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不管乌克兰怎么打 美军是不会进来的 因此乌克兰的战争呢 让台湾的独派团体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就是过去独派的团体经常会去蛊惑台湾的老百姓 让台湾的老百姓悟性 如果两岸发生冲突 美军的会进来 会进来到台湾在战场上面 跟台湾的军方的并肩作战 没有那个可能性 这次台湾的老百姓终于看看懂了 不可能 相反的解放军的军演 现在都已经到了台湾的东部 东部的外海 甚至于已经到了菲律宾海 最近你看到的当辽宁舰的舰队群 已经到了关岛的外头 这种的部署的方式 他为什么要到关岛的外头 是像去美国示威吗 不 他是在告诉美国 如果台海有事的时候 那解放军是有能力 把整个的 就是说呢 对美军的介入 对美国的介入 是可以呢 阻绝呢 美国的力量 在关岛 在第二岛岛链 你能进第一岛链的机会呢 都不会有 对因为美国的操作的关系 在佩洛西落地了之后 台海呢 的军事紧张的全面升高 不只是美国 不只是台湾 你会发现包括日本 都非常的紧张了 包括菲律宾 都非常的紧张了 所以2022年 其实是台海周围的军事紧张的 全面升高的一年 如果要简单讲 就就是呢 美国呢 在台海问题的操作上面 投机不着18年 好的 那么您对2023年 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 有怎样的判断呢 因为2023年 毕竟还是蔡英文在的主政 虽然我们看到 开春之后的元旦的讲话 那两岸的领导人 一般的 从他们的讲话 那有关于台湾国问题 就只谈了两岸一家亲 然后呢 希望能够呢 两岸能够呢 持续的保持的交流互动 就是那个呢 和平统一的合同的调子 大概都还是在的 蔡英文方面呢 也把调子放缓了 大家也看到了 除了觉得 觉得呢 战争呢 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所以两岸的领导阶层 在2023年 我觉得都在做损害控制 不要让两岸的政治对话 更糟糕 不过这跟军事上面 是两回事情 军事上面 我认为 虽然大陆的口头变软了 可是拳头变硬了 口头变软 拳头变硬 因为 你从开春之后 解放军 对于台海当面的演习的 那个压迫感 却到了空前的阶段 我相信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 大陆方面 解放军呢 对台海的军演 不只是防空试识识别区 已经呢 被否定了 海峡中线被否定了 史无前例的 他已经进到了台湾的近航区里面 所以2023年 我认为政治的调子会比较软 但是呢 军事上面的挤压 会变得更强烈 因此 口头变软 拳头变硬 会是在2023年之后 到202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 之前的时候呢 大陆呢 对台政策的主要的调子 在这个调子下面 民进党要如何去回应 我认为调子 调门不会太高 不会太硬 但是也不会有太多的突破 大家不要太乐观 但是也不要太悲观 我认为调子会比较软